欢迎来到天原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本期的长星讲座呢 我们讲解一个关于大飞脚的一个变化 大飞手脚呢 在实战中呢 是经常能够运用到的 经常能够运用到 那么以后呢 来起肯定在这一带分头 分完头以后呢 当然拆一个 是非常大的一手 那么呢 一般白棋拆过来了以后呢 这个大飞脚 当然你有空的话 补一手 或者肩补一手 当然是没有什么毛病 当然呢 很多局面呢 就是说 当白棋拆过来的时候 我黑棋 肯定呢 就是说 应该是继续抢张大厂 不会呢 急于在这里行棋 那么 对于这个 大飞脚以后 啊 这个黑棋脱先了 白棋啊 在这里 能够施展一些什么手段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 那么呢 我们本棋呢 就来这个研究一下 本棋就来这个研究一下 由于黑棋是大飞 他不是这个小飞 不是小飞 乌有脚 脚上看起来呢 总是显得呢 这个有一些空虚 有一些空虚 白棋呢 总是呢 想对这个黑的脚上 施展一些手段 那么呢 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呢 就是来看看 白棋啊 如果拖 这个呢 是一个这个 收光的下法 一个收光的下法 一个光子下法 想呢 占一点便宜 那么黑棋呢 对此呢 冷静的呢 这个退 就可以 冷静的退一个就可以 这个结果呢 是呢 白棋呢 仅仅呢 在木树上 稍微占了一点便宜 并未呢 伤及到这个黑棋的根本 黑棋的根本 这个招法呢 我们认为呢 白棋呢 不是太满意 不是太满意 虽然木树呢 还是有点收获 以后你可以爬了顶住 没有伤及到黑棋的根本 白棋呢 还是不是特别满意 对此呢 黑棋就是说呢 没有这个 白棋拖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 太大的必要去反击 太大的必要去反击 反击的话呢 结果呢 也不会太好 也不会太好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你外搬 用白棋断 这个黑棋 不行 吃掉这个呢 由于这个隔得远 小飞脚是可以 那么呢 被白棋吃了 它直接呢 就给挡下去了 直接就给挡下去了 这个黑棋是明显不行的 所以呢 外搬不行 里面搬 也不好 但是如果白棋退一个 那黑棋满意了 黑棋很舒服的 虎一个 这个补得很结实 但问题是呢 白棋它不会老实地退一个 它会断一个 这个一下子 黑棋呢 可以就是说呢 陷入了一场 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纠纷 没有必要的纠纷 这个接下来黑棋呢 也不好办 这个完全是黑棋制造麻烦 没有必要 所以呢 拖了说 黑棋就退一个 就可以了 就可以 这个棋 呃 这个这个手段 以后呢 以后啊 黑棋不走的话 我可以爬 爬完上面顶一下 然后呢 这个 底下扳一下 这个手段 好像这个我见过 说实话啊 这个手段呢 是有的 那么 但是 大家一定需要这个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 这个手段啊 先点了再拖 手段呢 是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呢 它是在这个 当这个 白棋这个子啊 被黑棋 加工 的情况下呢 呃 这个是一个 腾螺整形的好手 啊 腾螺整形的好手 这 这个 当被对方 啊 夹击 我要处理这个棋 这个 这个 估棋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的手段 啊 这个 这个是一个好的 这个整形手段 但是呢 当你是拆过来 你是对 你是厚的情况下 啊 对人家 发动这个 这个冲击的情况下呢 你这么走 就有点这个 张光礼带了啊 就有点张光礼带了 就要 就要成笑话 啊 就要成笑话 所以呢 这个点的手段 啊 也可以 排除 那么 接下来呢 呃 这个黑棋 啊 这个白棋啊 对黑脚的冲击呢 呃 还有呢 呃 直接啊 往这个脚步冲击的手段 啊 这个冲击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也有很多种 也有很多种 我们来看看 白棋靠 啊 靠这个 对黑棋呢 也是一种下法 也是一种下法 不过呢 呃 在这个局面下 在这个 这边有指的情况下 呃 并不是呢 这个很严厉 并不是很严厉 那么 呃 呃 黑棋呢 如果搬 白棋呢 就就长 黑棋装上啊 白棋再搬 这个结果呢 黑棋呢 呃 没什么好怕 没什么好怕 黑棋呢 可以连搬 白棋如果忍让做活 啊 这个有点 嗯 这样活呢 稍微有点委屈 这个因为给 黑棋这个外面 转得太厚 啊 虽然你这样可以活 呃 不管你沾上 还是接上 这个活 呃 还是接一个活 这个呢 虽然活了 但是给 黑棋外面齐行啊 还走得有点厚 白棋呢 不能满意 如果你打吃 啊 连搬的时候 白棋打吃 黑棋钻 白棋呢 接着吃掉 黑棋 断打 白棋提 黑棋吃 啊 虽然白棋呢 呃 在外面 提掉了一只 啊 提掉一只 但是呢 黑棋 脚上呢 第一 它的木树啊 呃 吃掉两个以后 非常大 非常大 呃 非常的厚 也很大 同时外面呢 而这些纸啊 就是也很结实 也很结实 这个结果呢 呃 白棋呢 不好 白棋不好 白棋不能满意 即使 你靠的时候啊 就是呢 黑棋 不搬 它尖一个 也可以 也可以 白棋直接往上藏 那么黑棋呢 就度过 这个角色呢 白棋呢 并没有任何手段 因为 因为你在外面 还没有丰富 你断一个 黑棋就接上 你这里面呢 没有任何棋 你尝一个 它 团一个 吃里面也行 甚至于来说 直接 这个尖出来 也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 这个棋呢 就是说呢 白棋不行 那么 看了以上的这个变化以后呢 就是说呢 呃 对于白棋靠在这 黑棋啊 从这个上面斑 或者说呢 尖一个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个白棋呢 呃 接下来呢 呃 走不出任何的这个便宜 走不出任何的便宜 那么呢 靠在这 也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棋型 之下呢 不是好棋 不是好棋 不太好 那么接下来呢 呃 这个 白棋呢 还有一种手段呢 就是点 直接点 黑棋 压 压到它看似呢 比较这个 这个 常见啊 比较常见 就是或者说是 必然的一手 但是呢 接下来呢 白棋呢 也有办法 这时候白棋不能顶啊 当然注意 这时候白棋不能顶 这时候如果顶呢 就是说呢 呃 黑棋挡住 你再搬的话呢 又还原成啊 还原成靠了以后 长 这个 这样一个棋型啊 黄云生刚才那个棋型 我们呢 在这就不继续往下摆变化了啊 黑棋一连半 就可以了啊 黑棋一连半就可以了 白棋呢 结果呢 不太好啊 白棋就 但是呢 你压的时候 白棋可以不顶啊 顶是属手 白棋可以直接 贴这个啊 贴三三 这个呢 黑棋反而会有些 有一些难拌啊 有些难拌 你在这边硬是不行的啊 你搬张 我再搬张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啊 白棋就不会走这个顶的属手 这个顶是属手 白棋呢 要活的话呢 是单拖 单拖 这个是好奇 黑棋啊 如果 斑 白棋就退 黑棋在张上的时候呢 白棋就立 这样白的活着就比较舒服了 为什么呢 这外面黑棋明显 欠了一个斑的手段 也就是说 和这个顶相比啊 白棋少了这个团和黑棋压 这两个大恶手的交换 白棋就少了这两个交换 那么白棋自然就可以了 等于黑棋在这里呢 接下来还要补一手棋 补一手棋 几乎呢 可以就是说呢 插了一手棋 插了一手棋 那么这个结果 当然白棋呢 还是可以满意 还是可以满意 那么白棋贴的时候 点完了贴的时候呢 黑棋如果立 那么白棋就顶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顶 再搬 这时候很明显 黑棋呢 已经不能连班了 已经不能连班了 只能退 那么我白棋爬 这样活着就是很舒服了 这样活着很大了 活着很大了 而你黑棋的这个外围的后势呢 就是说呢 由于在这个白棋 这个拆二的情况下呢 没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没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这个结果呢 黑棋不行 那么黑棋 不能在这边硬的话呢 那么只能从外面 这个顶住 顶住这个白棋 只能就是说 稍作退了 顶住白棋 那么白棋呢 黑棋不管在底下硬 白棋呢 接下来呢 可以搬张 那么这个棋型呢 就会好得多了 白棋就搬张 这个棋型 就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大家可以 可以头脑里转换 就变成一个 新小飞 白棋点 变成这样一个棋型 是不是 那么呢 白棋在搬张 这样白棋呢 促进呢 就会好一些 可以直接装上 白棋顺手再加一下 白棋顺手再加一下 白棋再利 如果 针子有利的情况下呢 白棋 可以藏一个 白棋可以藏一个 我们所说的针子就是说 接下来白棋可以断 如果针子不利 你当然不能藏 这个一藏被人家搬死了 但如果针子有利呢 这一段呢 这个白棋 黑棋不能断 整虎 然后白棋再走 这个结果呢 就是白棋成功掏掉 这个黑棋的脚地 以后外面 假设白棋这边 有直接印的话 有可能还对黑棋这个棋呢 形成一个这个攻击 这个白棋的结果呢 还是能够接受的 还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黑棋呢 也不见得坏 黑棋也不见得坏 这个呢 可以说是白棋呢 能够接受一个两分结果 即使这个长 我们说针子不利呢 也没有关系 白棋呢 可以点一下 组织牵手 是吧 你黑棋只有张上 然后呢 我再做活 我再做活 这样呢 白棋呢 都还可以接受 都还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呢 当我点的时候 当我点你这个的时候 你黑棋压 黑棋压住 那我白棋往里面爬 这个形状 白棋呢 是可以战斗的 是可以下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掏脚呢 还算呢 成功 走出了一些手的 但是呢 这个点的时候啊 黑棋呢 还有更好的反击 那就是黑棋 挡住这个杀杀的要点 这个白棋呢 就会有些麻烦 接下来肯定得走 你不走 这个被人家再补一手 吃掉这个白棋了 接下来走呢 眼见的是 能够贴 一定能够贴 你黑棋 我黑棋要搬 我能出来 我白棋能出来 能够封断 你这个大飞角 当初两个子的联络 但是呢 这个自身的 这个棋形啊 实在是太差 这个是个鱼形 第二呢 被黑棋张上以后 这个外面这个子 这个完全给撞伤了 等于这一下 突然多出两个子来 把这个子完全给碰伤了 而自己这个弯三角的鱼形 以后有可能 它会被成为这个 黑棋攻击的目标 黑棋攻击的目标 这个棋呢 白棋呢 不好 你不弯也不行 这个棋不能断 断的话呢 黑棋 大家注意啊 它不一定是 不是搬这个 搬这个 为你这个白棋真实 真实的话 这个白棋可能 绵绵绵绵还能过 但黑棋的 它会直接搬在这 这两个子 几乎就是 没有办法逃了 没有办法逃了 接下来如果立 它就挡住 这个棋呢 没有什么手段 它就死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断呢 也不行 那么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贴 不好 不好 那么白棋最强的下法呢 很顶这个 黑棋呢 当然要退 你要走别的 它这个出头出来 那就可就不是这样出来了 那它这个棋型就好太多了 黑棋肯定要退 白棋最强的下法是 先扳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然后呢 黑棋 当然是要挡住 白棋再跳出来 跳在这 这是最强的下法 但是呢 这个下法呢 依然呢 不太成立 黑棋呢 在这里 可以 这个用强 用强冲断 用强冲断 白棋冲 这里虽然有个指 但是呢 扳不上什么忙 现在扳不上什么忙 接下来的脚上形成对杀 白棋扳 黑棋也扳 很可惜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是说呢 白棋 它不能张这个 不能张这个 张这个 黑棋呢 可以直接扳 有这个抢手 黑棋 白棋呢 藏不出气了 里面怎么也只有两气 虽然黑棋外面这个断点 这个味道很坏 利用很多 但是由于这个白棋自身气啊 实在太短 这个斑了以后呢 白棋呢 不行 你这个打不着这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你打车 你打这个 是打不着的 你打这个以后呢 它就一吃 就死了 你直接做野 那么黑棋就粘 粘了以后一粒 这个意义呢 只有两气 这个不行 那么白棋也呢 就只有粘在这个 粘在这里 黑棋不能搬 但是现在不能搬这个 搬这个因为为什么呢 白棋有这个扑 扑的手 那么黑棋打在外面 白棋呢 跟里面对杀 搬的时候呢 黑棋利 是这个局部对杀的好手 由于打了这个以后 这外面等于就没有棋了 这个断点不存在的就没有棋了 那么白棋呢 只能是从里 跟里面这个黑棋对杀 粘是不行的 粘这个黑棋可以断 可以先断一下 然后再一提 这个是经济独立 白棋只能虎 黑棋提 白棋虽然这两下能打吃到 但是呢 这个局部而言呢 虽然是个结 但是白棋这个要扑进去 这个自身结呢也非常的重 同时呢 这个外面 被这个纸也被吃掉了 这个被拔了 这个在外面啊 白棋已经呢 就是说损失啊 是非常的大 是非常的大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白棋呢 不太好啊 白棋不太好 白棋在外面 所得呢 就这两下 这个所得呢 不是很大 而里面 你要铺结的话呢 只能铺进去 只能铺 这个打结只能铺啊 黑棋提啊 以后呢 黑棋一手提就给补到这边来了啊 它不是吃在里面 它可以提成这样 所以这个白棋自身啊 这个也非常的重啊 也非常的重 这个白棋呢 这个结果呢 也是不太好啊 也是不太好 那么 唯一的两种下法啊 变化呢 都摆完以后呢 我们都看出这个白棋点 在黑棋档档档的情况下啊 白棋点完以后 在黑棋这个档档档的情况下啊 不管你白棋是从这边贴起来啊 还是从这里顶出来 都呢 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我们呢 也可以说一点 就是说呢 白棋这个点 对这个角呢 也不是好的办法 那么呢 就还剩下最后一种呢 那就是靠桑桑 这个呢 可以说是 最后一种 也是呢 就是说 对这个黑角啊 应该说呢 是最有利的一种下法 最有利的一种下法 黑棋啊 如果退 那么白棋接下来爬 又还原成我们这形状 也可以 或者白棋直接搬这个 现在也可以了 直接搬 搬完了 我就不爬了 我就飞 我就飞一个 这个呢 白棋可以算成功 成功 你当你如果拐一个 我虎一个 这样白棋呢 也可以说呢 也是一个成功的下法 也是不错的 那么作为黑棋而言呢 最强的反击呢 当然就是说呢 是搬这个 还是搬这个 接下来 这个棋啊 白棋 断 不好啊 黑棋呢 本身它一力 这个就可以安全地吃掉这个脚上 没有什么关系 真是有利的情况下 它还可以打吃 还可以打吃 你现在不能渡过 渡过被人家拔一个 它真是有利的情况下 还可以打吃 沾上啊 这个要争你 脚上要吃你 这个呢 也是白棋 不能满意 断呢 是不太好 那么呢 白棋呢 如果搬这个 这个呢 我们也说呢 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 那么打这个呢 搬这个呢 那么黑棋呢 可以打吃 注意 打吃在这里 你要是打吃在这呢 这个白棋倒是可以立 接下来 黑棋反而有些难办 黑棋可以打吃在这 这时候白棋已经不能粘了 已经不能粘了 如果你粘上呢 那么黑棋一粘 这个没有任何棋了 白棋呢 也只能防打了 那么黑棋提掉了 白棋藏出来 虽然能够封断 但是黑棋在脚上连体两个啊 这个木树上呢 收获呢 也非常大 也非常大 脚上呢 变得非常的结实 也变得非常的结实 即使你能打吃 真是黑棋这一颗子 但是呢 黑棋以后呢 也有引针手的 而脚上呢 已经是非常的安全 木树呢 也很多 我认为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呢 黑棋 白棋即使能真吃 黑棋一个子 我认为黑棋呢 也还是不错的 也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看到白棋呢 从这边 从这边这个二路搬 黑棋搬呢 从这边二路搬呢 不会呢 就是说有什么好的结果 那么从这边搬怎么样呢 这边搬呢 相对呢 就比较这个复杂一点 复杂一点 黑棋打吃 白棋当然要立 黑棋也不能做退让 这时候也没有 也不能做退让 只能呢 打吃过来 白棋吃 黑棋粘 这个都是双方 一本道的这个变化 白棋呢 接下来叫吃 黑棋呢 打吃 白棋踢 黑棋呢 再打 这都是一本道的变化 那么这个棋呢 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一个劫财的问题 一个劫财的问题 这个不管是白方选择 还是黑方选择 这个变化 都一定要看一下 你抬头 抬头看一下 扫一下全盘 谁的劫财有利 或者是谁 有那么大的劫 因为这个能不能打劫 决定了这个变化 成立不成立 如果白棋不打劫 只能这样去做活 那就太委屈了 这个是爬在二路做活 这个是太委屈了 一点都不便宜 外面损失太大 那么白棋要成立的话呢 就是说要打这个 打这个 必须把这个结打赢 你提这个呢 我去找个结 但是这个结 大家也要注意啊 如果打不赢的话 被这么一提 这个白棋损失 也是非常的巨大 但如果打赢了 如果打赢了的话呢 那么黑棋只能沾上的话呢 那白棋可以抱持 那白棋就便宜了 白棋就便宜了 所以这个变化能否成立 能否成立呢 就是说呢 要根据这个全局的劫财的问题 全局劫财的问题 谁劫财有利 对方呢 就不行 这个变化 对方就不行 所以呢 在走这个变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劫财 因为这个劫财 双方都是非常的重 而且是非常的大 白棋劫财不利 当然是不能搬这个了 那么如果实在是白棋劫财有利 那么黑棋呢 可能在此呢 就只能呢 做个退让的算 做个退让的算 那么如果白棋劫财不利的话呢 其实黑棋搬的时候呢 白棋呢 也有一个很简明的下方 也可以说呢 是这个图啊 双方一种应该说是 比较容易形成和平共处的 正确的下方 那么白棋就是利 黑棋当然不能退让了 你要退让它就过去 是吧 那么黑棋挡住 这时候呢 白棋在搬 这个搬呢 确实呢 是让黑棋有点难受 黑棋如果沾这个 那白棋它就长 由于外面这个有这个断点 黑棋呢 现在是不宜呢 这个强杀这个白棋 强杀这个白棋 那么呢 黑棋呢 就是说呢 只能是沾上 这个沾上的 这个纸的形状的稍微有点怪 不过呢 也没有关系 白棋虽然能做活 但是这个角呢 活的是非常的小 以后黑棋呢 就 即使老老实实补一手 这个白脚 这个白脚也活得是非常的小 因为以后这个挡 挡的力也是先手 实在根据情况需要 这个力啊 接下来拖也是先手 这个就是说呢 黑棋虎了以后 白棋虽然活了 但是呢 活的呢 比较小 还比较小 木树呢 比较小 黑棋外面呢 非常的厚 也还有一些这个借用 而对于白方来说呢 不管怎么样 我毕竟先手啊 这个掏掉了你的这个脚 掏掉了你的脚 获得了一定的实地 这个结果呢 我认为呢 是双方呢 可行的一个变化 对于白棋虎了以后